今天老師們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代分數乘以整數倍 代分數乘以整數倍四年級的教材 那課程標準講五年級還要再教一次 所以五年級有代分數乘以整數 那我記得跟各位老師講過多單位跟一單位 那現在請問各位老師 您覺得這兩個的差別在哪裡 324我寫成300加20加4 那你寫成三個百 兩個十 四個一 這兩個的差別是什麼 這個寫法是把它看作有三個百 兩個十 四個一 所以它有幾個單位 三個不同的單位 而這裡看成是300加20加4 所以當你用多個單位的時候 你要記得那個數字都不見 你只能看到個數 就好像這一個 3.24我把它寫成3加0.2加0.04 它是一個單位還是有三個單位 它是一個單位還是三個單位 0.2是0.2個1 0.04是0.04個1 所以它是只有一個單位 那這一個呢 有三個單位 1有幾個 3個 0.1有2個 0.01有4個 這個沒有問題吧 這個沒有問題 那老師們 您教的大部分 全部都是哪一種 加減乘除 國小教的都是哪一種 都是下面這一種 多單位 然後各位來看一看 這兩種乘法哪一個是多單位 哪一個是以為單位 左右 哪一個是多單位 右邊是多單位 多單位它的特徵是 我永遠看到不同單位的個數 所以4乘7 28 是28還是0.28 這是28 28代表什麼 28個0.01 那這裡14呢 14個0.1 21個11 然後這樣子 而這裡呢 是0.04的7倍是0.28 0.2的4倍是1.4 3的7倍是21 所以它都是以什麼為單位 以1為單位 有沒有問題 也就是說 只要是多單位的 你所看到的全部都是什麼 個數 個數 好 那接著我們來看這一個 那各位老師你覺得 你喜歡代分數乘整數倍的時候 你喜歡用橫式還是直式 橫式還是直式 橫式為什麼 真的是習慣 我相信你兩種都給小朋友試完 他一定用什麼 直式 試過很多小朋友他都用直式 老師一定用橫式 因為你小時候就用橫式 所以有時候你想想看 我們受以前的影響很大 那如果用這個直式的話 請問這個直式的算法 是左邊的算法還是右邊的算法 是一個單位的算法還是兩個單位的算法 就是這個直式 是一個單位的算法還是兩個單位的算法 很多大人都說兩個單位那是不對的 是一個單位的算法 想想看兩個單位的算法要什麼計 兩個單位的算法應該它有兩個單位 一個叫做一單位 一個叫什麼單位 七分之一單位 所以兩個單位的計法要計成什麼 這裡有三個一 幾個七分之一 五個七分之一的四倍 所以這裡有幾個七分之一 二十個 這裡有幾個 十二個 那二十個七分之一 又可以變成什麼 兩個一 幾個七分之一 四個七分之一 再加起來 所以答案是十四個一 四個七分之一 所以是十四又七分之四 它才是幾種單位的計法 兩種單位 所以我們都認為兩種單位好像沒有什麼藍 其實老師都會錯 這個才是兩個單位 有沒有看到 那這兩個單位的特徵 老師們再想一想 您看到的都是什麼 個數吧 這二十代表什麼 二十個七分之一 這也代表什麼 七分之二十個幾 一 這也代表十二個一 所以多單位 我們老師們覺得很簡單 但是因為我們經常算還是真的簡單 經常算 這個才叫多單位 這個是把三又七分之五看成三個一加七分之五個一 所以跟左邊的小數神法一樣 而右邊這個是看成什麼 三個一 五個七分之一 五個七分之一的四倍是幾個七分之一 二十個七分之一 拿兩個 拿十四個七分之一換兩個一吧 所以剩下兩個一 四個七分之一 好 那各位老師您覺得 在教代分數乘整數碑的時候 您喜歡用白的還是紅的 白 水邊 其實你要記得 如果你教的通通都是多單位 那真正多單位的是紅色那個部分 你要說沒有問題 這樣聽懂 多單位看到的永遠都是個數 所以多單位的時候什麼很重要 你看它是什麼東西很重要 單位很重要 這樣懂了 就好像我們平常在這裡 我再問一次 您覺得寫二位十分位百分位比較好 還是寫0.1 0.01 0.1 因為寫這一個小朋友之後 他運算的單位比較直接 那你要寫各位的時候 你要問他各位是在算幾個1的位置 十分位在算幾個0.1的位置 所以寫0.1有沒有更直接 會不會 那現在對代分數乘整數 跟多單位的懲罰有沒有一點影響 多單位 多單位看到的都是個數 這樣OK了 那我們再來看乘法 我們現在來看乘法其實都是在數數 我數給最老師看 1 2 3 4 點點點 這是我們是不是這樣子數 那我們知道3跟5合起來就是8 3加5等於8 好 再來 我現在如果用一個單位 1個7 2個7 3個7 2個7 這樣子數都可以 都可以 好 那這樣的話 3個7加5個7是多少 8個7 是8個7 所以它的做法 3個7加5個7 是不是8個7 它是以什麼為單位 7 7為單位 好 那如果是這樣呢 3個7是多少 7乘以3 那3個7是多少 要不要背 要吧 它就九九乘法背起來 那3個10是多少 就是30 好 那現在呢 我把這個改一下 1個7 2個7 3個7 我把它改成1個7分之3 2個7分之3 3個7分之3 3個7分之3 可不可以 好 那我也可不可以寫3加5 3個7分之3加5個7分之3是8個7分之3 所以我把7分之3看成單位 就跟原來這個加法是一樣 好 如果我問3個7分之3是多少呢 那就是7分之3乘以3 這就是分數的整數倍 那這個也蠻簡單的吧 3個7分之3 那如果3個0.7呢 就是小數的整數倍 那就是把7分之3當成一個單位是多少 當下問題是7分之3看成一個單位 你可以用3加5等於3個7分之3加5 8個7分之3 對不對 但是3個7分之3是多少 那你還要怎麼算 它就跟3乘3其實怎麼樣 一樣 你要把7分之1看成1 對 你說3個7分之3多少 沒有問題吧 好 再來我再把它擦掉 如果我剛猜的我們都是在改正 後面吧 後面叫單位這樣 好 那我們現在要問 5分之3個7是多少 各位聽受 5分之3個7 5分之3個7 就是7乘1 5分之3 5分之3個7分之2呢 5分之3個7分之2這句話像不像的話 5分之3 5分之3 5分之4 5分之3 5分之3 這樣有沒有問題 好 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來看整個分數的發展 那學生很難想 這個三個解釋都要 反正老師們都很理解 反正老師不太清楚的都說學生很難想 不知道是老師難想還是學生難想還是都難想 反正我們的藉口最好都說誰 總統學生嘛 那接著我們來看 各位老師來看一下 比如說3乘以5 7分之3乘以5 24乘以7分之3 我現在在這邊出了5個很好問題 我們現在來看哪個被點帶 3乘以5 7學生來講沒有問題 它是3加5次 7分之3乘以5有沒有比較簡單 7分之3加5次 所以乘數是整數的 是我們的舊經驗 乘以5就是加5次 所以3就加3次 那現在這一個呢 21乘7分之3呢 就是21加幾次 7分之3次 那加7分之3次你一定不會接受嘛 所以21乘7分之3是甚麼 把21平分成7分取出其中的3分 對不對 所以一般來講 上面這個基本上都OK 要變到這裡的時候 從這裡變到這裡的時候 要不要墊它 墊它會比較容易 因為21除以3剛好是整數 它5除以7不是整數 對不對 如果這個會 這個有沒有就簡單 就是把5分之4平分成7分取出其中的3分 那一般我們老師做這些全部交完以後 你要做一件事情 等於說 所有的成法 可不可以用一個角度把它全部吃掉 也就是說 我要把它看成甚麼 我要把它看成 我要把它看成 也就是說 所有的成法都可不可以變成 A分之B乘C分之B 分母乘分母 分子乘分子 再叫約分 就很快了 那六年級老師 我建議你 是不是可以做這些事情 幫助小朋友看 所有的成法都可以用 都可以把它寫成分數的成法 也就是說 在數學上 成法的模型是分數成法 我相信很多小朋友 他會認為上面的成法跟下面是不一樣的 會不會 我記得以前還有很多寫教練說 下面的成法寫它 下面的成法給它加一個符號 代表它的成號不一樣 那個 你愛小朋友 呼嚨沒有問題 但是就數學來講 只要寫成成號 它通通一樣 那我想 前面這個我就不用再講了 等一下 我就講後面這三個 好不好 分數的成法 又夠了嗎 我也順便把這一個講一下 如果說 一蘋果只有七分之三公升 五蘋果只有幾公升 我寫兩個 那我現在問各位 對這一個題目來講 你喜歡左邊的七白是右邊的 為什麼 我現在問各位 對這一個題目來講 你常記的時候 哪些記法是我們喜歡的 為什麼 你覺得你喜歡左邊還是右邊 右邊 為什麼 它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 你在做三乘五的時候 這個三是以一公升為單位 還是以七分之一公升為單位 但是答案七分之十五公升 是以誰為單位 是一公升 還是七分之一 因為我們只有一套數字 所以不管寫什麼數字 都是以什麼 七分之十五公升 是七分之十五個一公升 你也可以說成 十五個七分之一 當你說十五個七分之一就是以什麼為單位 七分之一 所以它是以什麼為單位 公升 所以它有兩個缺點 第一個 算式的單位跟答案的單位不一致 那不一致 學生會不會比較容易採 對不對 第二個呢 題目給你的兩個數字是七分之三跟五 最好的方法就是把題目的數字 直接帶進去運算答案就出來了 所以右邊的 兩個好數都有沒有 右邊的 運算跟答案的單位有沒有一致 一致吧 那右邊是不是直接把題目的數字帶進來 答案就出來了 OK 所以到這邊 對 對我們老師是不是希望小朋友寄成左邊 還是寄成右邊 是不是寄成右邊 那一般怎麼樣 小朋友會寄成右邊 我們講說用一個有分數的審法算式 把題目跟答案都寄下來 右邊就出來了 小OK 老師那如果用左邊的孩子 他會不會是 用左邊的孩子 我們是不是可以幫他到右邊 因為我們平常真的的計算 會不會再變成左邊 我就問各位老師嘛 我們都是妖精 你會用左還是右 你用右 就是他長大用右邊嘛 所以你還是幫助他用哪裡 右邊的好處再講一次 第一個 是代公式的概念 題目數字帶進來 答案就出來了 第二個 單位一致 單位不一致 後段的小朋友真的會比較累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樣教這一題 這三題 我們先看21乘7分之3 一瓶我只有21公升 我把題目寫成這樣 看得懂嗎 一瓶我有7公升 那7分之3瓶有幾公升 那我現在問一位老師 凝結的小朋友會怎麼算 直接交21乘7分之3 小朋友一定不會懂 所以他可以用21 除以7等於3 3乘以3等於9 懂得問題 所以答是9公升 OK吧 學生算答案是OK的 但是你很難教他 好 那我現在問各位老師 你怎麼教這一個 因為在學生腦袋 乘數都是整數吧 怎麼樣教這一個 老師們怎麼教 學生都會21跟3直接乘起來 我這樣問各位老師 您怎麼教他是7分之21成3的 21變成1又1分之21 1又1分之21 那個是你是妖精 學到這裡才會變成1分之21 你不要亂來 我再講一次 變成分子成分子 分母成分母 在這個之前都可不可以用 都不行啦 你還沒有學到怎麼給人家偷用 一定要學到這裡才有什麼 才有分數成分數碼 你怎麼可以給人家偷用 我這樣講也沒錯 就是偷用嘛 老師那個已經是他們已經講說這個是到5年級了 那前面這個已經上過了 就是變成那個 這一個一定是先 這一個一定是最後才交嘛 他不會比他不交吧 你交完他再反省這個我們還是對的 但是你在交這個的時候 不可以用1分之21成7分之3 可不可以接受 反正我們不管他 反正就是1分之21成1分之21嘛 那各位我再想想這怎麼算 可以怎麼解釋 21除以7啊 音樂分啊 不是啊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再想一次 你變成這一個是沒有問題嘛 對啊 好 那怎麼樣變成7分之21乘3 就是21乘以7分之3不沒有問題嗎 等於7分之21乘以3 這怎麼來的 好 21乘以3乘以7分之3 一個用呼嚨的方法 你就跟小朋友講 你看一看這樣成出來的答案 跟這樣成出來的答案一樣 所以就寄成這個 這是最代表的呼嚨 因為答案一樣 對不對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1品若1公升 7分之3品也就是說你要從這裡來 從這裡是不可能變成這個算式 為什麼 因為學生是21除以7再乘以3 絕對不會變成21乘以3 你也可以說21除以3 除以7乘以3和21乘以3除以7的答案一樣 所以可以變成這個 這也是幾年級 這也是四下到五上 五年級的 用這個呼嚨學生更懂還是更不懂 更不懂 其實我告訴各位 你這個公式叫什麼時候才成出來 那現在這個應該沒有問題吧 那至於說這個算式怎麼出來 第一個就是說你把它改成說 每一瓶21公升兩瓶幾公升 學生會乘以2嘛 所以我第一個先問兩瓶 學生又會怎麼樣 21乘以2 那如果說2又3分之2平呢 兩瓶乘以2 那剩下的3分之2平 可不可以直接用乘以2又3分之2 然後再問他3分之2平 就是說幫助小朋友用文字的描述來類比 那個是最類比的 一般學數學員是不太習慣的 不過勉強可以吧 用文字的描述來類比過來 兩瓶就是退二嘛 舊經驗嘛 那2又3分之2平呢 兩瓶乘以2 2又3分之2平 是不是也可以乘以2 那會的話再教 3分之2平也可以乘以2 那一般老師都逃避這個 反正就直接怎麼樣 就乘以2 不乘以2就打你 開玩笑 OK吧 好 那現在我來看這個公式怎麼出來 這個公式怎麼出來 要有哪一題 要有這一個 1瓶5公升 7分之3瓶有幾公升 那各位老師想想想看 這一題你會怎麼算 我一定是第一步 如果這個會 那這個我一定會先用什麼 5除以7等於7分之5 然後7分之5再乘以幾 3等於7分之15 15 有沒有問題 因為前面這題是這樣算的 對 所以這題也可以這樣算吧 對 這樣算的話 那老師能想一想 在這兩個算式裡面 哪一個是學生已經學過了 這一個學生已經學過了 所以你只要把誰交會就好了 前面 所以你只要把左邊這個交會就好 所以學生要揮這一題 先要解決什麼 把5公升評分成7分 每一份是幾公升 有沒有問題 這個不是先學的嗎 整數除以整數 變成分數 是學生先有的概念 我現在只是說 這一個學完 就可以學這個 所以一般課本 在整數除以整數的題目 還有都藏在這裡面 我停一下 我現在問各位老師 要揮這一題 先要揮這一題有沒有問題 沒有 所以你在教分數成法之前 一定要先教什麼 整數除以整數 三數是分數的等分數 整數除以整數 三數是分數 沒有餘數的 這是等分數還包含數 等分數 等分數 如果你亂等等再講 基準兩筆一樣 我再給你亂一次 就是等分數包含數 再給你亂一次 等分數他的分的對象 也就是5公升 包含數是什麼 一瓶果汁有5公升 那7公升相當於幾瓶 那個是包含數 等等再講 到這邊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 那我們來看5除以7這個怎麼教 現在回過台師 您看5除以7怎麼教 第二個怎樣幫助小朋友 5乘7分之3可以變成7分之5乘3 5除以7怎麼教 把5公升平分成7分 每一分是幾公升 這個除法問題一般來講 有兩種教法這個 第一個回到整數除法的糾菌液 可不可以 因為它要全部分完嘛 最後回到整數除法的糾菌液 另外呢 因為它在分東西 也可以回到哪裡 分數的糾菌液 我們先回到整數除法 我們如果回到整數除法的糾菌液 怎樣把它變成整數除法 所以我可不可以先做這件事情 這個算是要不要計 你可以考慮 我可以把1公升 看成7個7分之1公升 可不可以 為什麼要把1公升看成7個7分之1 為什麼 因為我要讓它除以7可以整數 你要14個也可以吧 這樣有沒有聽懂 有沒有問題 那這樣子的話呢 5公升就會等於多少 7分之35 就代表5公升是多少個 35個7分之1 然後呢 我們用35去除以7等於5 所以每分是多少 5個7分之1 5個7分之1就是多少 7分之1 4分之1 1 你喜不喜歡這一些算是 如果妳不喜歡的話 就是妳把做法講一下 算是不出來也沒理解 一般老師都不喜歡 算是 知道為什麼 他們的單位都不一樣 他是以一為單位吧 他呢 也是以一為單位 七分之他們所比一 但是他以什麼為單位 他以七分之一為單位 如果你用這個除小朋友接不接受 這個除法是以一為單位 但是學生可能不接受 我現在問老師你接不接受這個除法 如果這個除法專注不接受的話呢 上面這三個步驟都有看懂吧 但是老師不喜歡 因為這兩個以一為單位 這個用七分之一為單位 學生會不會亂掉 那講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那第一種整度除法有沒有問題 回到整度除法 OK吧 第二個呢 回到分數 我們以前學過一個蘋果平分成七分 那就是七分之一為蘋果 換句話說幾 換句話說我們在做分數的時候 分的對象永遠都是幾 一個吧 分一個披薩 一個蘋果 一條繩子 所以這個題目跟分數有沒有理想 它只是分幾個蘋果 五個蘋果或五條繩子 我可不可以一個一個分 我先拿第一公升 我先拿第一個一公升 平分成五分 就是五分之一公升 對不起 七分 我再拿第二個一公升 平分成七分 也是多少 七分之一公升 我一共拿了幾個 是不是有五個 所以分數的究極點是哪一個吧 我回到分數的究極點 每次拿一個 拿幾次 四 所以這裡 全部加起來 有幾公升 這裡有五公升 平分成七分 每一份一公升 七分之五公升 那老師們您覺得這一個腳法 比較拔還是四個 你喜歡回到整數還是從分數來 你們高年級老師你教的是這一個還是這一個 這是四年級教的 但是我建議高年級老師要不再教一次 要不要 你來那種比較好 我建議兩個都教 因為這個是分數的經驗嘛 這個是回到整數的強法 分數問題我們還是希望小朋友回到分數經驗 哪一個比較容易 分數比較容易 這樣我們看到 這一個會了 那整數成分數解決了沒有 那這個問題解決了 那這個問題解決了 可不可以變成這個 這個便離不開 一乘以七分之三 我把它變成七分之三又沒有問題 我變得比較好 一乘以七分之一等於七分之一沒有問題嗎 就是把一個東西分成七分其中的一分 那一乘以七分之三呢 就是把一個東西平衡成七分 請出其中的幾分 三分 那五乘以七分之三呢 可不可以變成七分之三乘以五 等於七分之十五 請問有沒有看懂 因為一個蘋果分成七分幾三分 是不是七分之三 我再拿第幾個 第二個一公升 再拿第三個 再拿第四個 再拿第五個 所以會變成幾倍 五倍吧 這五倍是不是三分裡面的五倍 那就變成七分之三乘以五 我寫慢一點 換句話說 你用整數跟那個 一定要教我剛剛那個方法 才會有機會出來 請問有沒有點看懂 如果你用整數的話 這裡是看成三個七分之一 對不對 我要把它拖分五倍 但是我還是覺得 用這個來解釋會比較清楚 到這邊請問有沒有看懂 所以這一個會了 那再問各位老師 除以七跟乘以七分之一 意思有沒有一樣 除以七和乘以七分之一 一樣嗎 因為課程標準它直接叫五除以七等於五乘七分之一 我現在先問這個一不一樣 再看怎麼教 你認為一不一樣 你願意不一樣 一樣 那我舉個例子給這位老師看 譬如說你認為二十四乘以七分之一 和二十四乘以七分之三 和二十四除以七 我現在先問各位老師一個問題 你認為它比較 它的運算比較像右邊還左邊 形狀向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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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不管形狀了 看裡面的運算方式像誰 像右邊嗎 為什麼 它是分成七份起三份 它分成七份起一份 所以它只是它兩個步驟裡面的一個分 但是它分成七份拿一份 它分完七份 它的每一份跟它拿了一份都怎麼樣 一樣 做完所以我可以說二十四除以七可以等於多少 二十四乘七分之一 但是要記得它跟它有沒有差 有 因為它是什麼 你要算它一定是二十四除以七 等於七分之二十四 然後七分之二十四再乘以幾 一 有沒有問題 所以如果人家有問題 除以七分之一不一樣 它剛剛像它嘛 這兩個比較像 所以我們在交整數乘分數這種題目的時候 各位覺得 先交乘七分機比較好還是先交乘七分之三 先交乘七分之三比較好 先交乘七分之三 先交乘七分之三 因為你乘七分機 小朋友會很不甘願的寫什麼 我再講一次 我再講一次 以二十一乘以七分之三來講 小朋友非寫成什麼 這部要不要寫 有 但是如果你直接問二十一乘以七分之一呢 當小朋友這一個寫完以後 三乘一會不會寫 所以他就會認為 乘以七分之一跟除以七是一樣的 其實它是不同的模型 這兩個才是一樣的 所以你先教他再教他 有人說 啊這不是比較簡單 它比較適合 但是對四年級來講 除以七乘以三 跟除以七的難度有沒有差別 這個應該都會吧 沒有差嗎 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 再看下面一點 分數成分數 好請問